199 《頭條日報》 《民調報道的公信歷》 2015年7月27日 港民P 25熱點奉偉光兩個月前 港大造了同一個民調 雪曾進華司長民望大跌一成 吳克劍則大升7% 無緣無故 事後又沒有人解釋 今次中大傳媒與敏依調查中心有造民調 7月14日至21日以隨機抽揚的方式 訪問了1006名十五歲 住以不是十八歲 或以上能粗粵語的香港市民 問他們對誰當下屆特首的意見 此次的民調 不是結果可信不可信 而是媒體的處理 中大今次的民調結果指 約五成六人不想兩真英連任特首 這部分結果馬上成為兩張立場鮮明的報紙報道主要 以說明兩特首不受歡迎 西漢之下 原來有些報紙可以如此斷章取義 原來七成三受訪者表示 不知道希望誰人做下屆特首 這說明由於距離下次特首選舉還有兩年 大部分市民還未有看法 更重要的是 有表態的被訪者 表示希望梁振英連任的有一成一人 百分之六受訪者就希望財政司司長曾進華做下屆特首 百分之三人希望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百分之二人就足以公民黨黨魁梁家傑 梁振英是四人中得到最高支持的 而且是唯一一位拿到兩位支持數 這又應如何解讀呢? 至於已將調查對象不定在一般的十八歲 而是十五歲或以上 傳媒如果重視這個調查結果 對不慣上的調查方法 也應該問問調查機構吧 這樣的調查和報導 吹水可以 公信力呢? 新聞統籌專員奉偉光逢週一見報